中午的时候,林美望匆忙回来,对不起,这事都怪我,要不是我气晕了娘,爹也不会将我们赶去老房子住,对不起,是我连累了你。 林美望却没有生气,对他来说,搬出林家是早晚的事,大房的林富贵牵来了牛车帮忙搬东西,随后三人就一并去了村委处。 老四,这些东西我就给你们放在这里了,爹说这老房子常年没修,下雨的时候会漏雨,我去山上砍点猪条下来,再弄点稻草,给你们挡一下。 安月明看了看周围,这里地方比起西外要宽阔许多,房子不是很大,一共三间房子,一间最大的主卧,看着像是有人住过的样子。 想到刘氏说的,爹经常躲到村委的老房子,看样子这间房子,应该是他们爹住过的一间,也是唯一看着不乐风的一间。 相公,村里哪里有木匠,我想做个床和一个柜子啊。 有,张叔就是做木匠的,我现在去张叔家,让他打一张过来,他家有现成的木料,一个晚上就能做好。 下午,就跟着大哥一起下地去了,安月明拿着临北望换下的衣服去喝了一惊喜。 老四媳妇,老四媳妇。 大嫂,这么着急做啥? 老四媳妇,你快点回家去看看,老二要不行了。 大嫂,你先别着急,你先跟我说说情况,我也把衣服给晾起。 哎呀,这个时候,你还晾啥衣服呀,快点跟我回去吧,要不然老二真的就没了,快点吧。 林家,周围哭哭啼啼的声音,还真的像是死了人了。 都让开,都让开,老四媳妇来了。 你带着这个扫门星来做啥?是嫌我儿死得不够快吗?要不是她,我儿能备成这样?要是我儿没了,我一定要这个扫门星给我儿陪葬。 你给我滚,你们都给我滚,我不要看到你们都给我滚。 娘,你先冷静一下,四弟们回医术,你让他先给二哥看一看。 真生,你还不去拉着娘?四弟们回医术,让他进去给二哥看看,说不定就没事了。 你什么意思?我儿命硬着呢?你这个毒妇居然敢诅咒我儿? 我儿要是有事,你们全都给我儿陪葬。 我们林家到底是造了什么孽呀?去了你们这四个扫门星,都是因为你们割的我儿生生将他的命给割了呀你。 你们这四个扫门星,你们还我儿的命来,还我儿命来。 如果你骂我们,就能让二哥醒来。 我倒不介意让娘多骂两句。 但事实是娘就算是骂破喉咙,二哥该藏在里面,还是藏在里面。 我若是娘,我就会让人进去看看,至少还有个希望,而不是坐在这地上撒泼哭丧。 你在说什么?你这个小贱人敢诅咒我儿?你,你看我不打死你,你…… 够辣,你还嫌嫌再不够乱吗?老三还愣着做啥呀,将你娘给拉过去,你天天就会吵吵,老二都是被你给宠坏的。 娘,还是先让四弟妹看看吧,如果不行我们再想办法。 你这样哭会伤到自己身子的,二哥若是醒了还需要你的照顾呢,你可不能伤了身子。 你去看看你二哥吧,他昨天醒了后就不吃不喝的,昨天晚上更是发起了热,这会儿人还在昏迷不醒。 你去看看,不行呀,就叫你大哥回来,绑了牛车,将人送到镇上去医治。 老大,老三房的,你们跟着老四一起进去。 安月明听闻,点了点头走了进去。 我去,这是啥味儿啊。 大嫂,麻烦你把窗户全部打开通风。 三嫂,麻烦你帮我将二哥身上的被子拉开。 大嫂,三嫂,你们帮我扶着二哥,我给他施针。 怎么了,怎么了,老三,你放开我,老二,老二。 娘,我没事。 醒了,醒了,我听到老二叫我娘了,我听到老二叫我娘了。 行了,你也别念叨了,她找了老四媳妇儿救治。 二哥,你只是惊吓过度,王后可不能再去那有水的地方玩了。 这一次你掉进河里可是吓坏了娘,下一次小心一点,要不是就在家周边,说不定也就没这么幸运了。 韩月明说这话的时候,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林南风。 这话不是恐吓,而是警告。 警告他有些东西可以说,有些就乖乖闭嘴。 月明,我…… 二哥还有点热气,等会儿我开两副药,喝了就好了。 媳妇儿,你没事儿吧?二哥有没有为难你? 我没事,你…… 算了,二哥有点发热,我给他开副药,我们就回家去。 韩月明找了张纸,写下一串药名交给粮食。 娘,麻烦你让人去村里大夫那边抓点药回来。 三碗水煎成一碗水,给二哥喝上两副就好了。 啥?还要去村里大夫那儿抓药?那不还得使好些银子? 早知道我直接叫村里大夫过来了,还需要你做啥? 爹,这个你拿着吧,天色不早了,我取了银针,就跟相公一起回家去了。 韩月明说着,转头走到林北望的位子坐下,看起来像是在等着针灸的时间,两人手拉着手,倒是蓬若无人的情景。 你这是啥态度啊,再咋说我都是你娘?你这样对我,你就不怕天打雷劈吗? 个个不知羞耻的玩意儿,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子色诱我儿子,还不知道你们两个在村尾的时候是啥样子? 老撕着腿迟迟不好,我看就是因为被你给馋的。 娘,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啊? 我怎么胡说八道了?看看她这胡妹子样子我就生气。你看看你,你看看你二哥,哪个不是因为她被迷得五迷三道?那下一步是不是就轮到你三哥你大哥,你爹了?我看她就是个狐狸精转世,这个家有她就没有一天安宁。 够了,你这婆子一天天不胡说八道是管不住嘴是吧?月明是老四的媳妇,他们两人是啥事,都是他们一方的事情。 你不喜欢四方的四方的也已经搬出去了,你还在这儿胡说八道?再让我听到你胡言乱语,我就撕了你的嘴,却给老二抓养回来。 啥?你让我去?我不去,让老大媳妇去。 你不是担心你儿子吗?你不亲自去看看,万一别人抓了次品药,一次冲好,你就不怕陷害了你儿子了。 梁氏一把抢走药单子,拿了银子就去给林南风抓药。 老四媳妇啊,你再去看看你二哥吧,你两个嫂子在里面,我怕忙不过来。 安月明清澈的视线下,嗡了一声,走进房间。 爹这是有话对相公说,让他们回避呢。 老三啊,这个银子你拿着,这些年也是委屈了你,你从小就是破皮,也不知道听话。 你娘觉得你烦讨人厌,当年你去乔乔,你娘不但没给你彩礼,还扣下了乔乔的嫁妆。 这些年啊,爹一直觉得是亏欠你的,好在乔乔是个懂事的媳妇儿,你那张人一家对你也好,看到你好,当爹的也就放心了。 老四啊,你不是你娘的儿子,你娘带你不好,这都怪爹。 可是爹不后悔将你带了回来,带你回来虽然受了些委屈,但至少你也长大了。 如果当年将你丢弃,还不知道现在你变成什么样子,你娘不喜欢你,连带着你媳妇儿她也不喜,处处调刺。 现在你跟远明搬了出去,就好好地过着你们的小日子,爹啊,这辈子没本事,没能给你们几兄弟弄个好家产。 就这么一点银子啊,还是我攒了这些年的,你拿去跟远明两人啊,买些好吃的,远明家条件不好,来的时候就只有一身衣服。 你当相公的,就好好地照顾着自个儿媳妇儿,她有什么需要的就帮她买了,别让她来了一趟咱家,还委屈了。 爹,成了,你们俩也别磨叽了,都赶紧收起来吧,等到时候被你们娘回来看见了,又要闹她。 老四,你去看看你媳妇儿吧,起真了,就带着她回家去吧。 啊,张美婆,你这是啥意思,我家周里是年龄大了点,但也是好手好脚的人,在那镇上做事,一个月也能有二两银子,你介绍这么一个给咱家,这不是纯纯地打咱家的脸吗? 我说安家大妹子,你是真的不知道你自个儿家啥情况呀,就不说你家周里都这个岁数了,就是你家的条件,难道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? 这但凡是家庭好点的姑娘,又是愿意嫁到你家来。 我能找到这些个姑娘已经是不错了,要不是冲着你给的那五两银子,怕是连这些都没了,你还在这挑三拣四,我怕你是想让你儿子打一辈子光棍吧。 赵妹婆,你说啥呢?你阻折我儿子,你要是不想给我儿子说亲,你大可不接我们家的银子。 你现在拿了我们家银子,还在背后说这些折辱我儿子,你安的是何居心? 安家的,你真当我稀罕你这一两银子,你也不看看,就你家这什么条件呢? 一没田二没地的,家里有男人还不如没男人。 这些年我也是看得大伙都是同村的份上,才想着给你家安郎张罗一门婚事。 既然你这么看不上我说的这些姑娘,那你就另谋高就吧。 我都要看看,你们安家能找到什么像样的姑娘?兰花,我们走。 姑娘似乎还有点不想走的意思,毕竟她现在是真的很需要银子。 兰花,你也别说沈子不帮你,但是你也看到了,是这安家给脸不要脸。 你这么好的姑娘,也就是你弟弟给耽搁了,要不然也不会蹉跎到这个岁数。 不过没关系,沈子呀,再帮你找其他好人家。 你弟弟,你就当他没有缘分来到这个世上吧。 刘家的马车也刚好在这个时候停在安家门前。